第五百四十一场 也是我两年以来 第五百四十一场 五百四十一场 也是我4月20号提名以来 绝食的第十三天 我现在 你看我的裤子要跌下来了 肚子已经不见了 and now 我的太太很担心 我太太认为 我应该顶不了十六天 我的妈妈更担心 我妈妈怕我会死 还有三天 我绝食十六天 我已经顶到第十三天了 我绝对不会死 因为五月五号 死的不是邱光耀 死的是国政这个扑街政权 有些人问我邱光耀 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 十月二十号提名 你要绝食 其实你该吃更多 吃饱一点 声音大一点 那般痛该才会怕 你反而 倒过来 选择绝食 如果大家有看我Facebook都知道 我是一个基督徒 基督教有一个传统 叫做 尽食 祷告 有些人尽食是一餐 尽晚上那一餐吃两餐 我是去到最终 绝食 祷告 我已经有十三天 完全没有吃饭 没有任何固体 只是喝水了 但是我还没有死 感谢主 感谢主 是我力量 是我勇气 是我智慧 是我口才 出口 不关注 出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禁食祷告 或者绝食祷告 就是希望通过 让自己的肉体受磨练 让自己的肉体受摧残 但是跟主耶稣讲 让他保佑我们 让他听到 一个普通党员 秋光药的祷告 祷告什么内容 505 天由我们 还政府 如果你信主 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 或者信马祖 或者是道教 佛教 观音妈 观公 苏母空 都一样 或者 回教 Inshallah 我请各位 Auntie Uncle 只要你有正确的宗教信仰 你每天Auntie 烧香拜佛的时候 你总是祈求你的神 让Uncle 上班出入平安 让孩子身体健健康康 让家人一切幸福 孙子 读书聪明 Auntie 我求你 我道老你 你明天开始早上 上香敬佛的时候 加多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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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明五 还 成 佛 这叫做精神的力量 宇宙之间最伟大的不是肉体 是精神 精神 能够改变历史 我作为历史 我作为历史学者 我告诉你 精神 可以改变历史 你不信 我求光药算是肥仔 有吃法 我学谁绝食 我学印度圣雄甘地 甘地是孤兽无财 但是甘地如果不坚持绝食 他没有办法用他的道德勇气和光环 来引导印度人的不合作的运动 而导致最后把英治民地赶出印度 印度终于选不得位 所以 孙中山也是一样 要有精神的力量 我们耶稣 信耶稣 叫Fate 信心 孙中山革命十一次才成功 辛亥革命是第十一次 之前十次 全部失败 清朝打到破坏 革命不是选举 选举输要可以五年来过 革命失败就是砍头 全家猪九竹 孙中山革命要十次 都失败 但是没有放弃 因为成功者永不放弃 放弃者永不成功 所以孙中山有信心 坚持到1911年辛亥革命 终于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 在这个地球上 坐牢最糗的人 你知道是谁吗 Nelson Mandela 这个是南非的总统 Nelson Mandela坐牢做27年 如果他做到26年就放弃投降 南非的历史也将会改善 到今天可能南非还是白人 种族主义做总统 你问安华 有机会你问安华 安华有没有败 可能安华告诉你 他的败来自阿拉 可能他告诉你我的败 来自于我对自由主义的信仰 可能他的败 来自于对多云种族 平等社会的信仰 但是安华一定有败 没有败 没有败 一个首副首相 曾经是马哈迪的接班人 大起大落 被人家关进黑牢六年 Blitter Harian DVD官每天抢他来 又前面又后面 你可以顶嘛 如果你搞政治 每个人家work you 又前面又后面 坐牢坐六年 一般的武统的人早就投险 早就说对不起认错 然后上电视讲 对不起 请马哈迪给我个机会 我退休 或者我重新加进武统 但是安华没有 安华对马来西亚的民主有败 有信心 所以坚持到今天 坚持多三天 他就做首相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会激动我的裤子要跌下来 我告诉你 还有三天 还有三天 明北要做警惠了 你相信吗 你信不信 我可以 因为我认为我可以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 所以你看 唱歌会讲 我相信 你人一定要相信你才能做大事 人对自己没有信心 根本不能做大事 我们是人 我们的敌人是人缘 人缘是没有智慧的 人缘也没有信心的 白毛给安卓想叫他就够了 我告诉你 我今晚告诉你 林志强 安华 哈利阿旺 我们在明远 有自己的这个 民意调查机制 我们也有收封 我们自己有做民调 有情报集团分析 你知道我们自己帅 没有车大爆了 国会有220 只要赢112 就可以做政府 但是112很危险 因为很多人铺盖 会跳来跳去 特别是沙巴 对吗 对 所以你要给我赢 他妈的给我赢多一点 不要赢112是这样危险 好吧 可是我们自己说 事事求是的算 没有脆水的算 没有咖啡公咖啡酸的算 我们的机制 告诉我们3个领导人 我们在5月5号 可以赢125个国会议席 真的就是信心 还有更让我们惊讶的信心 我今晚告诉你 警察部队里面 有一个unique 叫做special plunge 政治部 今晚一定有的 政治部可能在哪一个派 我都不懂啊 样子应该不是 因为你算红一 不是政治部 我每一场都有政治部 政治部是警察部队里面的精英 他们专门 搬阿婆 搬uncle 搬阿嫂 在copy店听风 搬taxi 老扎taxi 在快餐店坐 在copy店坐 偷听电话 参加我们的会议 也参加国政的会议 他们综合所有情报 然后做分析报告 他们只写一份报告 给拿去一个人看 其他人看不到的 刚好 林季强在政治部里面 有一个恶物仔 我今晚 就跟古今的记者朋友们 讲他的名字出来 你可以写 挺好 这一个林季强的恶物仔 在政治部里面 他的名字 叫做 拉芬哥 拉芬哥 謝天皇 拉芬哥 提升了报告 给拿去 photo step 到一份给林季强 那个报告内容 吓到林季强 他讲 5月5 我们可以赢 145 所以我们信心很强 今天晚上大概五六千人 可能不止 我前两天跟林季强在整林上住学 5万人筹款200千 所以今天很抱歉 很多人要找我的CV 要找颠狗的T-shirt 要找Superman T-shirt 不要 Hardbase Zero Stop 一件都没有 因为在西马卖 完了 但是我知道 你们在座各位以前买过我的DVD的 对吗 拿出来 借你朋友 或者你自己 回去翻版 你自己在电脑上 十片 一百片 一千片 我洗完都抬不到 好像用佛教的那个DVD 欢迎翻版 功德无量 别人碰盖 人人有责 各位 因为这些时间的关系 我要集中 集中的来讲几样重要的事情 国阵这么多年 都不断在下降头 这几年下更多 为什么 因为他要下到你们5月5号 不敢换政府 其中一个降头 就是下给公务员的 你们在座可能有朋友是公务员 或者你自己也是公务员 公务员尤其是老师 很怕 我的太太也曾经是老师 所以有很多朋友问我太太 问你老公超人 我是华小老师 我也想投佛剑要5把 但是我们打政府工的 不可以反政府的 如果查到的话 会开除的 如果查到的话 你身边有没有朋友这样想的 有 有没有 这些人 都是中降头 我今晚就跟你解降头 那听好 公务员 华小老师听好 现在没有所谓 国阵政府 明言反对党 这个讲法 不许 谁讲国阵一定要做政府 谁说我们一定做反对党 5月5号 我临会做政府 人员党做反对党 所以你打政府工 你为政府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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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职务是 要支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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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是有些华小老师很怕 他说邱方要 是我明白 但是 那个选票有Siri number 会check到 我讲 老师 你中毒中泰森 我用第二招 来跟你解降头 选票有没有Siri number 有 有 选票有Siri number 古晋 请问古晋国会有多少 选民 谁知道 八万 多少 五万 好 我就当五万 当五万 古晋国会有五万 选取委员会就应五万张选票 每张选票都有Siri number 投个票的Andy uncle 藏者都知道 排队进客室给 IC 这次多个步骤 要涂抹而已 撕一张票给你 比如我 随便讲啊 12345 撕给你 李光耀 12346 邱光耀 12347 陈光耀 三个人都拿票 一个第三 但是没有说12345李光耀 我mark掉李光耀 12346 邱光耀 我写那边邱光耀 12347 陈光耀 我写陈光耀 没有 因此三个光耀 开始我回到家 我变成了一个最孝顺的孩子 到今天我妈妈讲 我三兄弟 还是第二个球管耀 最孝顺的爸爸妈妈 年轻人 听我讲一句 我43岁了 我的爸爸妈妈七十多岁 白发苍苍 有时想到自己的父母越来越老 我们43岁的中年人 其实心中是很痛的 到底爸爸妈妈还能在这世上存活多久 我们还有多少年能够奉献孝顺我们的爸爸妈妈 不要等到爸爸妈妈要离开过后 年轻人才后悔 才说以前没有孝顺父母 孝顺要趁早 同样的 换政府也要趁早 你不要等到我们做反对党呢 我们做民主运动呢 全部给国阵打死了 你才怀念我们 怀念邱光耀 他已经太迟了 所以 你要5月5 换政府 5月5 换政府 那 我现在告诉你 我作为 历史学博士 任何新生事物诞生前都有症痛 妈妈听好 我们酝酿了56年的baby 三天后就要诞生了 浴场期 5月5号 这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 我们酝酿了这个baby 已经熟透了 他要出来了 这个baby 还有三天要出来了 如果你信主的话你就知道 就好像西维王 很怕主耶稣诞生一样 千方百计要找那个baby出来打死他 对吧 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 要保护这个baby 这个baby叫什么 你给养 限制 你给养 限制的baby 5月5号晚上 就要当成票 就怕我们当成票 所以 马上去怕这个baby怕得要死 马上去怕这个baby怕得要死 白毛怕这个baby怕得要死 就好像魔鬼看到那个天使出生 啊 所以我告诉你 你们要呵护这个baby 保护这个baby 未来三天还有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暗脏的手段 卑鄙的手段 卑鄙的手段 来弄死你的baby 比如在西马 武桶就用五一扇来打你的baby 马华跟陈凯这般偷盖 就用回家过来打你的baby 撒东马来西亚 就请你吃饭 让他发臭 让他出浓 让他恶臭 然后给人家秀 嘿 我才还没人做一个 哈 如果不算我 哈 如果不算我 我看我老白我死了 看到吧 跟元党 马华 明镇 这些走狗 还不断复制武桶的这个扑街理论 要稳定不要玩 武桶公开讲五一扇 他们后面就间接讲 要稳定不要玩 快点买meggy面 要稳定不要玩 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意识学者 有良知的读书人 我不能不怕木戈喊嘴 我一定要骂这个政权 叫 扑街 扑街 有人说的不是我说的 我告诉你 今天我就跟你补习 特别是年轻人 补一堂历史课 因为在学校是没有教理的 而武桶在这次选举 最冲 以前都是挖出海报啊 广播啊 来讲五一扇的 吓马一扇 马一扇你不要投名言啊 投名言就是林吉祥做首相啊 林吉祥上台过得华人炸费的 我们马一扇打拼哦 每次都这样讲 今年最厉害 还拍电影 王者之风 Danda Petra 对吗 Danda Petra 拍了过后 还不敢公开上瘾 但是 每安排所有的马来公务员 每个部门排队 我们有去看 看了过这样 里面就洗脑 增加那个民族仇恨 转化为武桶的水漂力量 真的是 不该 我没有骗你的 今天晚上 我就跟大家讲 1969年 5月13号 发生513 跟2013年 5月5号换政府 是两码子的事 因为历史条件已经完全不同了 敬拜 我想要 听我讲 睡觉之前 去7-11 全部烧完他的Cosport回家 不要喝 5月4号晚上 不要喝Cosport 早点睡觉 然后 5月5号早上 忘记 Gosok gigi 喝 kopi Bakan boti Jangan kaki Atau bantu teksi Tidak Bawa IC Boti undi Kasi Barisan Nasional Summa mati sekali